昨晚如意传中的韩香剑在千呼万唤中终于华丽登场了,虽然只是预告,但李欣一出场就掉足了观众的胃口,韩香剑来到大殿上,一接拍面纱,皇上就被迷得死死的,接下来的义务更是京城。 前小四全城开的幕布转京,如意和各宫飞瓶都有了危机感,韩香剑让整个宫里的人都迷醉,但却没有征服挑剔的观众,不少网友都觉得李欣这个造型不太鲜,告不上秦国秦城,韩香剑的上线不由得让人想起环珠格格里面的香妃,他们的原型都是田龙时期的荣妃,在观众心目中,香妃就是刘丹,刘丹就是香妃, 还记得香妃刚一出场的时候,光露眉眼就好看,接下来给皇上跳舞,要情深无可恋,但舞姿还是美若天心啊,环珠格格里刘丹一共跳了十次舞,除了第一场搭行舞,其他都是他自己编舞的。 一支舞完毕后,游丹向皇上行礼,这处处动人的样子,再加上毛茸茸的装霸,握进游莲啊,被迫留在宫里的香妃,心中还牵挂着宫外的萌丹,在每天都要被自己不喜欢的男人操扰。 游丹演出了那种小白兔受到惊吓的感觉,把皇上震得更加为所可怕,哭戏更是哭得又动情又不是美感,被容摸摸折磨的时候,演得也十分真实,球球到这块都是蒙住眼睛看的。 但好在宫里有小燕子紫薇,和她们在一起时,香妃在庭院里跳舞以来蝴蝶,那惹身怕纯真少女,美得干净透,彻不识人间烟火,命神一现之时,蝴蝶都飞过来找她,没有装饰躺在床上,的香妃依旧是神言。 最后,小燕子和紫薇把她送出宫,哈香终于嫁给心爱的人了,吞去了民族服饰,换上凤冠侠佩是美的,之后朴素的汉人打扮也是美的。 不可否则刘丹饰演的香妃是90后的回忆,一个哈尔滨姑娘,年起为族人完全不出戏,她的长相实在是景点,看了还珠格格后,不少人都对香妃这个历史人物感到好奇。 香妃准确的来说应该是荣妃,从历史角度来看,乾隆甸只有一个来自新疆的妃子,她就是荣妃,其族称为何卓,所以荣妃又叫何卓氏,因正治联姻,27岁的何卓氏进宫,被册封为何贵人,她一进宫就被封为贵人,没有经过长萨和答应两极,体现了皇帝对这件事的重视,也表明了皇帝对一族女子的喜爱。 虽然入宫年龄很大了,但皇上很宠爱她,由于何贵人入宫时带来了祥瑞,从南方移栽到宫内的荔枝树,竟结出了200多颗荔枝,皇上太后都很高兴,因此在何贵人入宫后,被第三年就仅升为荣平,南巡石浅龙对和卓氏格外奔赏,前后赐给她80多种口味十一的饭菜, 其中就有名贵的乃苏油野鸭子,酒顿羊肉,羊食士等,荣平在圆明园居住时,皇上允许她在圆中的方外观做礼拜,还特意为她在方外观大理石墙上镇刻了古兰经文,成为荣平后的第六年。 皇上又封她飞位,这一年,何卓氏33岁,在季后,皇贵飞病逝后,宫中荣飞地位独打,作为从西边投桌的首位,升格到了东边坐桌的第二位,足见她在宫中过得不错。 下图为荣碑的复原图,有点像李冰冰啊,最早出现香菲之名,得当曙光绪十八年1892肖雄写的西间杂树诗卷四香娘娘娘,其中有纷纷与伴,叶香娘一语,她在附录中写道,将中不凡,提有香气,性真赌,因烈母,归梅一家,而荣碑是否提有一香,我们无从查征,而泪什么叫香菲,说法也很多, 至今还是微解之谜,可因为有这样的传说,影视剧把荣飞这个神秘的人物论色,一想,所以出现了可以招蝴蝶的香菲,还有清冷的荣飞,统一起来,荣飞的形象是比较异质,风情,艳丽的,但是又要流露出深索皇宫的觉啊,估计,清冷,很多电视剧里也出现了香菲这个角色,即使各有各的美, 但观众还是觉得不敌刘丹,风流才子季晓兰,李宋妍演过香菲,她的长相没挑,该有的气质也都有,但因为剧不够火,这个角色也就欠了点关注度,偏偏起舞的宋妍其实不输刘丹,不过造型上可能少了些仙气, 2011年,麦蒂娜在新环珠格格里饰演了香菲,她是所有演香菲的演员,中,唯一一个符合职色背景的新疆人,首先,麦蒂娜这个演员在长相上五官立体,脸性小巧,眼睛,大腕有神,出演香菲是很合适的, 但实际上,麦蒂娜的五官太浓重了,没有了清律感,感觉她在宫里待着也挺好的,没啥心事,被皇上抢洗那个,表情是很痛苦,但没有美感啊,香菲颖蝶这段美是美,但总感觉自己在看春晚的歌舞表演,太刻意了,而老板的环珠,特效不高级,灯光也几乎没有,但就是随意的起舞就和美了, 她的目的是引来蝴蝶,而不是绣舞蹈,刘丹,宋颜,麦蒂娜演的都是改编,成只有传奇色彩的香菲,后面张嘉莉和李契演的就更加符合史诗的荣菲了,《沿喜攻略》里的水平,荣菲,是个厉害的狠角色,所以要在以往的人设基础,伤在多加点美艳感和神秘感,而张嘉莉的长相也是符合这个角色的,自然,她穿的民族服饰, 即庄容,就不是那么清纯了,舞蹈也是很娇美的,在观感上,部分观众是喜欢小狐狸版香菲的,但也有很多人不能接受香菲画风突变,李契饰演的荣菲则没有张嘉莉的妖艳,她是后宫的高领之花,有人说她想象不抑郁,太想加笔郁了,这或许是不太符合历史上荣菲的相貌, 但那种清理解傲的气质还是很贴合的,后面这几位演员,演香菲,总会被拿出来和刘丹比较,他们演的真不如刘丹好吗? 未必,刘丹的成功是靠自身能力加外界加持的,刘丹在表演上的成功我们就不多说了,主要说说一些爱丽因素, 首先,观众们有先入为主,的观念,这个心理在很多发牌之中都有体现,就像大S才是山菜,赵薇才是小燕子,林青霞才是东方教主,林依辰才是袁湘琴,这些演员已经拍出了经典剧,这个角色也自然属于了他们,观众都还把心理,不容小事。 其次,香菲的造型太经典,香菲头上毛茸茸的帽子,是多少女孩小时候的梦想啊,求求小时候去公园还买过这个这边,拍照呢,甚至到现在,很多女生还会COS一把香菲,尤其是这版的香菲会影蝶,如此神秘堪奇,早已的奥印在观众心里,二十多年了,这已经成为一段记忆融合,进了观众的身体里。 另外,还有饰演湘菲的演员刘丹,年纪轻轻变强小玉云,更是成为观众心中的一份遗憾和敬重。 刘丹1975年出生,是个弟弟到达的哈尔滨人,从十岁开始他就学习舞蹈,从小能歌善舞,先是在文工团当文艺兵。 后来考入了中央戏剧学院,十八岁的时候,他参演了处女作《胡马寨》,正式出道进入演艺圈。 之后,从配角到主演,刘丹慢慢被人发现,但李红还差点火候。 直到二十三岁时遇到湘菲,刘丹才真正的一炮而同。 但来穷妖是想让蒋琴琴演湘菲的,可后来因为种种原因蒋琴琴推掉了。 刘丹接了过来,刘丹没有浪费机会,演戏很敬业。 有一场戏,蒙丹抱着他转圈,拍了二百多遍,转得都恶心了,可他仍坚持达到最完美的状态。 功夫不负有心,人,犹丹凭借湘菲这个角色家喻户晓,登上个大杂志,形成业满满荡荡。 在公园里刘达碰到小朋友都围着他喊湘菲湘菲,他为了不让小朋友失望,还每次喷外香水出门,问他们湘不湘,可天度红颜。 2000年1月30日,一场车祸带走了他的生命,只是十年仅25岁,当时坐在车后坐着榴弹睡着后没进安全带,对突如其来的险情毫无防备。 汽车碰撞后所产生的巨大的零吸力,将起油车后玻璃窗抛出车外,头部着地,重重的摔在高速公路上。 当时交通拯救队员到达现场后,发现口红、眉笔、粪荷等化妆品和衣物发卖一地,还有就是大量古装照相片。 其中一位拯救队员还说,这人一定是环珠格格迷,保存了那么多香菲罩。 据说,牛丹临死前,双眼还睁开着,好像在告诉朋友,他不想死,还几位留恋这个世界,牛丹和香菲一样变成蝴蝶龟走了。 可惜这次他再也不回来了,在追报会上,牛丹的父母抱着女儿的骨灰哭成泪人,环珠剧组许多演员都前来吊艳,小剑哭得喘不过气。 皇上一脸严肃,令妃满脸泪痕,牛丹的同班同学张子怡也来送好友最后一程,张子怡还带来了他们两一块,在中式旗袍店定做的旗袍,他对牛丹妈妈说,牛丹妈,这件旗袍,本来是牛丹出国穿的,是他特意选的颜色,款式,你拿着做个念想吧,牛丹妈妈要给他钱。 子怡,说,伊甸老板不收这钱了,房间传闻,牛丹和饰演肖剑,在朱红家有过一段情,但肖剑从始至终都没表过态,一来很多人的骂骂,多年后再提及牛丹,朱红家很后悔,哪怕不是恋人,我也应该出面成亲。 当时不愿说的原因是,我不想打扰他的房魂,所以很长一段时间,我不愿意提起他。 牛丹去世最难过的是家人,牛丹妈妈三天三夜没吃饭,另外尸体拜火化前要停殡仪馆一夜。 牛丹妈妈哭着喊,没有妈妈陪他会害怕,于是就守了一夜。 妈妈还写了一封信,信中,牛丹妈妈十分思念女儿,总觉得女儿没有离开,想让她回来。 信中,牛丹妈妈说牛丹还有很多作品还没拍,还没上,货不单行。 在牛丹离世后不久,牛丹的爸爸,一位人民警察,也因工殉职,妇女两杯合葬在了一起。 这对于妈妈的打击不知道有多大,观众体宽香飞。 喜欢刘丹,或许也是因为刘丹在也回不来了。 这么些年,小燕子,紫薇,金锁都变了,只有韩香,永远不会变。 那样一个为爱勇敢,跳舞也叠得香飞只属于刘丹,别人无可替代,她也永远留在观众心里。 但是,我们也不要排斥其他人的表演,荣飞和香飞其实是不同的,把这个角色当成一个全新的人物。 再来看演员们的表演,相信你会有意想不到的惊喜。